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人从上个星期开始准备本次在线成功学院 并通过今天一天的观察 成功学院以及星期四的一日研讨会等活动 十余年来一直都是以线下实体会场模式来运行的 从一开始会场所在的酒店数目就一直在两家两家的增长 迄今为止已经发展成具有12家酒店会场的多元中介转播的巨型联合研讨会模式 并且实际上我们也已经习惯了这种线下大型研讨会活动 但如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扩散 这就造成一种危机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时事而转型 其实之前就有人预见到人与人之间零接触的时代即将来临 今后将是一个网络接触时代 但没想到它来得竟然如此突然 如此情势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快速转型 进而跟上这时代的步伐对此我曾忧心忡忡 但如今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华丽变身 不只是今天这场研讨会 如今Extended Reality扩展现实技术可对各位的经营大有比异 不仅是今天这场公司所主办的成功学院 今后在各位的现场经营中也将实现此技术的应用 公司将尽快努力实现此技术的应用 故而我们正在进行梦想虚拟形象这一工作 这种技术会用到360度环绕摄影机来进行拍摄 目前这个技术环节已经结束 现已进入下一阶段 即仔细雕琢虚拟形象的工作环节 上个月我曾向各位提到过 不久之后当您在经营现场进行事业说明时 我本人可及时现身 予以现场解释的虚拟现实技术正在快步向我们走来 举例而言 利用其中的MR技术及混合现实技术 可使得各位今后在经营时无需亲自一一说明产品 比如说消费者拿到了凝翠换肤套装 却不知正确的使用顺序 此时各位无需担心 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凝翠换肤的包装盒即可出现产品的使用顺序 产品的主要成分 产品的效果如何等等一系列的视频影像说明 如今这种应用程序已经被开发出来混合现实技术 所构成的虚拟世界将为各位带去产品的介绍说明 如今公司正着手将这项技术应用到现实经营中去 预计今年年内即可投入现实运营 我觉得大概到了明年即可以应用到各位的现实经营中去 爱多美公司会将如此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开发成果 不断地呈现在各位眼前 爱多美如此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 会使得各位在发展团队时 只要向对方展示这样的科技成果 就能使对方得知时代科技趋势 也能使对方感受到 爱多美竟是一家如此顺应时代潮流的公司 与这样的企业同行 未来想必也更有保障吧 今天我在这里想向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出色的产品 虽然以往已经推出了很多出色的产品 但我觉得这款产品一定会成为大卖热卖的主打产品 对此我有一定的预感 它就是协校安部与一批高丽爽肤水 而这种安部呢 原本都属于高端品牌产品所使用的 因此价位也非常高 一般来说 分两为一小瓶的产品价格往往在一百万以上 最便宜的价格也在六十八万左右 我们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当然也要从绝对品质的角度去体验 衡量他们的产品 以求开发出更为优秀的爱多美产品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因此我们应直接购买其他公司的产品 并进行产品体验 但这些产品的价位都是六十八万 一百二十万 而且还只是那么一小瓶 就算只买这么一小瓶 连我这爱多美董事长 有钱的老板都觉得手发抖心在跳 哇 看来女人为了追求容颜美丽 真的很舍得花钱呢 这么出色的一款产品 我们要将其以绝对的价格 来供应给广大爱多美家人 于是携手与我们合作已久的韩国科马 开发出这款本次上市的写小安部 本次产品开发号十一个月 有人表示我们这款安部定价还不到十万 销量一定非常火爆 总之 这是一款亲注了我们莫大诚意的高含量 高品质产品 各位擦拭本品后 一定可以感受到里面所包含的浓厚原浆 可以说本产品不仅可以维持肌肤现状 更可以让肌肤重新焕发青春光彩 公司业务一向繁忙 但我们也从未忘记CSR活动 一直在努力参与到各种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中去 在家庭月的五月份时 我们携手广大爱多美家人举办了一场 将销售额1%予以进行慈善捐献的美善消费计划 得益于各位彼时的大力参与以及购买公司产品 五月份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980亿 而原先承诺计划捐献出销售额的1% 集约10亿元的捐献金额 但我们后来发现似乎需要予以更多的援助金额 于是就在10亿元的捐赠基础上 公司再拨出一笔款项 捐赠额共计达到31亿3700万 较至我们曾经承诺过的1% 实际捐赠额数达到了3%左右 类似的慈善活动如今依然在不断进行 这些为了下一代的成长 为了贫寒阶级的生活而举行的慈善活动 并不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中断 爱多美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开展慈善活动 有人是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笼罩下 正在出现失业大混乱 不只是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失业大混乱 我们还要面对社会大发展带来的巨变 这正是如今未来学家们所预测的 因此说我们为了求存只能去求变 若不求变就只能落伍于时代 无法生存下去这就是我们即将要面临的时代 各位想必也都知道 时代变化的潮流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 再到第三产业第四次产业 众所周知第一产业就是农业 水产业林业等都属于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即工业化产业化 第三产业是指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信息产业社会 但随着第四次产业社会的到来 人工智能、AI将登上产业舞台 届时一般性的工作、人工劳动 按照未来学家的说法 就是大约70%左右的工作岗位 都由AI电脑或植入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代替 但迄今为止 大多数人都靠工作来赚钱养家糊口 而将来呢 AI机器人 若取代现在70%的工作岗位的话 那么一般人届时将以何为生呢 未来学家们如今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曾经有种颇为流行的说法 将社会称为20比80的社会 此说法就是帕雷托法则 意思是社会上20%的人占据了80%的社会财富 余下80%的人只占有20%的社会财富 这就造成了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的局面 由此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这一社会现象 贫富两极分化随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是社会学者们所持有的共同看法 不幸的是这80比20的帕雷托法则 不知何时期已经悄然变成了1比99 各位也都知道 约5至6年前曾经发生的 Occupy Wall Street 占领华尔街这一事件吧 彼时很多美国人认为 1%的人占据了99%的财富 我们这99%的人应当前去占领 那位1%的人带来巨大财富的财富超级聚集地 华尔街 这场运动彼时曾经如火如荼 但又有学者更悲观地指出 在不远的未来将不再是那1%占据99% 而是0.001%的人胜着通吃占据所有社会财富 那么作为一般大众的我们应如何面对这样的社会呢 一般工作岗位的70% 80%将由植入AI的机器人所取代 届时工作岗位将减少到极致 大部分人将面对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生活 这就会导致出现一个严重问题 人没有收入 学者将届时99%的人称之为 Plecariot 语言来自于意大利语 一为不稳定的Plecario 与我们都知道的英语 一为普罗大众的Plecariot 两者合而为一成为何成语 一为不稳定的劳动者阶级 即Plecariot一词乃是学者用来命名 那些并不拥有财富的 那一部分社会阶层 即无产阶级 这一阶层的人 占到社会人口的99.9% 这乃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所以说我们一个不留神 就有99.99%的可能 成为那99.99% 话又说回来 那0.001%的人呢 都是些什么人呢 那0.001%的人 将是些拥有各种商务平台的人 这种人在人群中的比率 几近万分之一 他们就是那些拥有商务平台的人 其次还有0.002%的人 他们则是那些能够利用 这商务平台来赚钱的人 总之只有那些拥有商务平台 以及那些利用商务平台 来赚钱的那0.003%的人 才能够成为未来社会的新贵 而其余那99.99%的人呢 则会下滑成为 Plecariot 即无产阶级 那种世界 简直毫无希望可言 这就是学者们 所预见的社会 那么对此 有什么对策呢 不幸的是 学者虽然预见到 那种世界将会降临 但他们并没能做好应对政策 万幸的是 我们爱多美 已经打造好商务平台 并将此商务平台 提供给所有爱多美家人 成为其个人所拥有的 个人商务平台 再将此千千万万个 个人商务平台连接起来 构成一个超级连接社会 对此我们早有预测 并在过去十年的时间内 予以万般的准备 因此 爱多美的各位团队领袖 可以大胆地将 爱多美这一好消息 传达给大众 让爱多美这一好消息 成为那99.99% 大众的希望所在 我们应当肩负起 宣传这好消息的职责 因此我们应当怀有一种使命感 不只是我一家的家庭问题 不只是解决我一人的经济问题 也不是只解决我一家的经济问题 更要向那些正逐渐陷入绝望的 无产阶级宣传爱多美 告诉他们 无需绝望 这里自有生路 有谁能将此充满希望的消息 好消息 经济福音带给大众呢 这不就是我们爱多美家人 所应担负起来的职责吗 既往十年 是一段爱多美不断取得成长的历史时间 不久前 公平交易委员会 发布了本年度 直销业界行情报告 报告显示 爱多美的国内销售额 即将突破一万亿 若包括出口份额 则达到了一万两千亿 再加上海外法人 分公司的销售额 则突破了一万五千亿 若查看韩国国内 直销业界的十大产品 销售排行榜 及销量最大的前十位产品 销售排行榜的话 就会发现在这十款产品中 有四款产品是爱多美的 排在榜首的当然是蜂蜜饮 蜂蜜饮名列榜首 其次就是凝翠幻肤化妆品 这四款产品的销售业绩 占据了十大产品排行榜 总销售额的55% 也就是说占到了半数比重以上 因此说 即便只是看这份 公平交易委员会 所发布的资料 也可得知如今的爱多美 有多么不凡 而且我们在此所说的 并不是一些好高勿远的话 我们所说的 都是现如今正在一步一个脚印 予以实行的内容 今年7月10号 中国法人分公司开业 中国的确是一个人口大国 市场潜力不可限量 我们在韩国发展了十年 才发展出400万会员 而中国公司一开业 短短三个月内 如今已发展出380万会员 除去中韩两国其他国家地区的海外会员数为350万 所以说全世界爱多美会员总数已突破千万大关 达到1130万人 同时爱多美也正保持着不断成长与进军海外的步伐 今天中国分公司已经开业 所以说日后爱多美的旗帜将会插遍全球 因此即便您如今才开始经营爱多美 仍然为时不晚 各位爱多美家人 公司已为大家准备好所有的经营系统 即使您只是通过今天这场成功学院 填写好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只凭这个 您也可能走上成功的道路 况且我们还交给各位成功的八个阶段 今天我们的环宇CEO李德佑先生 还向各位讲授过八核心 我觉得只凭这些就足够使经营者走向成功了 但偶尔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他们非常喜欢研究直销业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热爱经营或善于经营 而只是由于喜欢学习 有所心得才乐于对人讲授这种成功学 并且讲得天花乱 那些书籍理论以前我早就都看过了 都曾一一学习过 也都曾一一教过别人 问题出在哪里呢 若所讲授的内容过于高深 则学习者会望而生畏 我本人或许能做得到 或许少数几个人也能做得到 但若想将它传授给其他人的话 那些人却学不会 因此我们要能够保证 我交给你 你会了还能交给他 他会了还能交给其他人 若只是我自己学会了 我交给了你 你却无法再教会别人的话 那么这种东西就不值得去学 所以说 爱多美所拥有的系统 已经能够充分保证供给各位经营者 走向成功之路 所需要的一切保障 因此 我们一开始 构筑系统时 就故意掠取好多不必要的东西 若讲得太高深复杂 只会让人突然气馁 并且若非一名 业意成功的人士 则大可没有必要去听这种讲义 我觉得可以这样去想 我们在没有希望的时候 唯一的希望 就是拥有这份希望 好多人 由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陷入了pandemic状态 即绝望的状态 即使在他人都陷入绝望的时候 我们爱多美人 却仍然拥有这一能够超越绝望的 我们就是希望所在的成功阶梯 爱多美 爱多美是什么呢 打个比方说 当人身陷人生黑暗洞穴时 那道引导他走出洞口 走向光明的光 就是爱多美 终于有一天 他走出了那黑暗的洞穴 看到外面光明美丽的世界 化身为一只翱翔在蓝天上的白天鹅 那就是未来的我们 真诚地诸约今天 所有邂逅爱多美的人 早日走出这段 人生黑暗隧道 在光明美丽的世界里 化身翱翔在蓝天上的白天鹅 通过爱多美 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